中正區有一家剛開幕的廠後 月子中心被民眾投訴 疑似有假權超標的行星 有可能會對新生兒的健康 造成嚴重的傷害 但業者也出面澄清 絕對沒有超標一事 先來聽一下業者怎麼說 我們請廠商來住過處理跟驗證過後 其實他的數值都是在安全的範圍之內 那我們這邊也有檢測報告 可以提供民眾作為這個參考 衛生局跟環保局都來過了 對 他們都是在認可的安全範圍之內 其實這間月子中心才剛開始營運 沒有多久 業者也澄清使用的都是綠建材 同時出示報告 證明假權沒有超標的情形 實際進入房間內部 也還有嬰兒房查看也沒有異位 還有剛參觀出來的準爸媽也表示 並沒有感覺到異位的情形 還是會考慮 業者也表示從開業到現在 數值都是符合標準的 也有通過政府的機關檢驗 絕對沒有超標情形